对于很多喜欢街球的球迷而言,乌优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,他绰号中国街球王,在篮球阵地东单是名片一样的存在,身高1米74,却可以上演各种包扣,熟街已经33岁的他似乎已经准备打职业联赛了。 根据CBA宣威专家,微博认证明为半神半卡特的博主透露,可靠消息透露,ABL联赛新军驻海战狼已经邀请金头篮球明星无忧参与球队视讯,ABL是东南要地区跨国联赛,新赛季将有驻海战狼,澳门黑熊,老大梦想家,香港东方四肢中国球队参加,上赛季,广州队的很多年轻人,都参加了这个联赛。 其中包括CBA撞绣郭凯,他们属于一只独秀的存在,最终这个联赛规定,不准CBA里的注册球员参加,所以水平相对而言会有所消滑。 不过曾经在北京队拿到过总决赛MVP的李学林,新赛季将会代表澳澳梦想家参赛。 对于自己的技术,吴忧还是十分自信的,他曾经表示,他就是小了一号的罗斯。 突破,技巧和罗斯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 虽然罗斯现在平庸了,但他过去是让詹姆斯和韦德都头疼过的MVP,上赛季季后赛首轮对着火箭队也还有过不错表现。 只不过吴忧这样的话让很多人都开始黑他,吴忧秋风比较招摇,此前曾经和罗斯、保罗和郭艾伦等人同场竞技,但差距非常明显。 与此同时,吴忧当年在CBA全明星赛上和刚,进CBA不久的郭艾伦单挑,也成为了球尼这一的事情。 此外,吴忧还曾经在回复网友时认为自己能击败林书豪,吴忧的过度自信也引发了争计,吴忧当年很自信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做高手在民间,在篮球这块领具似乎不太适用。 据悉此前吴忧还参加过NBL的球队试试,最后没有留下,相比较而言,这个ABL的水平更低,吴忧还是有一些可能的。 无论如何,每一个敢于挑战自己,梦想的人都值得点赞,吴忧有太多忠意的地方,例如他说话太高黑,在球场上挑衅保罗最后被打爆,他逗牛的时候动作过大,被很多人调侃是打球里功夫最好的,但是吴忧真的对于街头的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 街球制大赛让全国各地的街球高手机制东单,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。 一位CBA某南方球队的后卫球人曾经这样评价,以无忧为首的街球宁星,他们都是花拳锈腿。 其实你仔细看很多动作都是不规范的,如果真到了职业联赛里,一场比赛推他十次走不加十次分案运球,保证他一点话都没得讲。 但人生有梦,各自精彩,33岁的吴忧还有一颗打职业的心,这会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吗? 感谢观看